大家好,我是吹勋人吴苏欣 上期给大家讲解了唇的药力 这期给大家讲解指的运用 经常会有一些吹勋的朋友问我 说吹勋手指疼,正常吗? 答案当然是不正常 也有一些朋友拿到指法表以后 不知道看哪里 又是全做soul,又是全做do 还有全做right等等 那么以时孔勋为例 在拿到指法表以后 我们看一下指法表有两面 一面是常见的几种七声音阶指法 另一面是半音音阶指法 首先我们看七声音阶 也就是自然音阶指法这一面 然后看左上角,全按做soul 至于其他三种指法 建议大家暂时抛开,不用看它 等阅历知识方面有了一定了解之后再去看 看指法表的时候 勋是这样对应的 我们可以看指法表中间 这里有标注左手,右手,某一根手指对应某一个孔 吹噪时十个手指都需要按孔 同时也起到了持虚的作用 正面八个孔 左手和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 分别按住对应的正面的八个指孔 背面两个孔 由两个拇指来按 如果是宽阴欲勋 指孔呈上下 左手拇指在下 右手拇指在上 参考指法表 黑色表示按住 白色表示放开 手指自然弯曲 用指腹按孔 这样更容易按延 不能用指尖按孔 容易漏风 有时候声音发虚 音不准 吹不响等原因 也是由于手指漏风引起的 其次手指抬起的高度 不能太高 也不能太低 太高手指容易紧张 反应变慢 太低又会影响到音准 高度在两厘米左右 就可以了 吹奏上行音阶 也就是从低音到高音的时候 当我们吹到中音right 左手小指就可以放到胸底部 吹到中音so 右手小指可以放到胸底部 对胸起到支撑作用 防止吹奏过程中 胸掉下来 小指放到位置 不能太靠内 这样会影响手指的灵活度 也会使其他手指紧张 稍微往外一点 靠近边缘的地方 能对胸的下坠 起到支撑作用 就可以了 吹到中音拉的时候 右手小指可以放在指孔的斜上方 吹到高音right的时候 左手指放在指孔的斜上方 两个食指的支撑 可以防止胸体左右摇晃和前倾 有了这四个支撑点 胸就非常稳定了 拇指在需要打开的时候 直接抬起即可 吹到下行音阶时 吹到高音多 我们就可以抬起左手的食指 吹到中音吸 我们就可以抬起左手的小指 吹到中音拉 我们就可以抬起右手的食指 吹到中音搜 我们就可以抬起右手的小指 当然在实际的演奏过程中 这四个手指 不必严格按照既定的方式进行支撑 手指对胸体的支撑 目的在于更好地把胸拿稳 同时尽量避免演奏时 对旋律的影响 所以遵循一个原则 当即将需要它对胸进行支撑的时候 手指提前放到支撑点 当即将要用它来进行按孔的时候 提前抬起做好按孔的准备 这样就可以了 除了这四个支撑点以外 还有一个支撑点 那就是下巴 下巴贴着胸体配合手指 能够对胸体起到更加稳定的支撑作用 切记 手指不要像这样 放在孔的前方进行支撑 这会对音准造成一定影响 关于吹熏手指疼的问题 这是由于手指过于紧张 且长时间吹奏导致的 需要格外注意 按孔的时候 手指一定要放松 只要能保证按孔不漏风 熏不会掉下来就可以了 这样手指的灵活度也会更高 千万不要使劲捏它 如果实在怕熏掉下来摔坏 在床垫上练习 或许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练习过程中 如果出现手指疼痛的情况 一定要停止练习 可以双手下垂 让手指得到放松 手指充分放松了 再进行练习 避免长时间的疼痛 对手指造成伤害 好的练习方法 要比硬练的效果 来得更快 更好 本期视频就先讲到这里 关于手指的演奏技巧 还有很多 我会在后续的视频课程中 为大家讲解 关注我 下期为你讲解 怎样吹揍 才能减少口水 不被呛倒 吹熏舌头应该怎样放 我们下期再见